好的,这节课我们介绍一下可视化布局的一个具体的工作原理 也就是说,如何通过一个我们编辑的一个界面 然后把这个界面转化成一个代码的过程 我们通过一个新建一个项目来说明这个问题 首先呢,打开这个VAC 我们新建一个项目 命名为,这是多少,3.4是吧 3.4A 好的,还跟以前一样,我们点Finish 然后呢,我们不使用它这个默认的这个窗口 我们新加一个自己的窗口 添加一个Lay 选择qtguiclass.添加 原来是叫MyWin,这里面QWidget不变 这里面呢,把这个勾取消掉 点Finish 好的,我们在这里面双击这个UI文件 第一步呢,我们就是跟以前一样,我们编辑这个UI文件 注意啊,这里只是展 我们通过这个例子呢,来学习一下它这个工作原理 所以呢,这个界面本身呢,不需要写的太复杂 比如说一个,再加上一个这个 然后呢,我们把它给使用一个动向布局 给 加上一个布局器 那么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的第一步呢,就完成了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一步到底做了个什么事情 我们说在这里面加了两个空间 那这个空间曾在了这个MyWin.UI这个文件里面去 我们呢,其实可以观察一下这个MyWin.UI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比如说我们通过打开这个文件夹 在这个Test3A这个工程目录里面呢 找到这个MyWin.UI 那这个文件呢,我们可以直接打开看一下 嗯,你可以用AltreEdit来打开 也可以用这个Nodepad++来打开,都可以 比如说你用AltreEdit来打开 那我们可以发现呢,它其实是一个文本文件 确切的说呢,它是一个XML文件 嗯,我们其实呢,可以不关心它里面层的格式 到底是什么格式了 因为这个文件呢,我们从来不直接读它 总之呢,这个UI Designer这个程序呢 会能够理解这个文件的格式 我们呢,其实是不需要理解的 我们大概看一下,它呢,其实就是描述了 这个界面里面的各个要素 我就说它有哪些空间,空间的位置,大小 那个Size Policy,这些东西呢 都把它给记录下来了 嗯,就这么一回事 那通过这个过程呢,我们就明白了 在这里面加的东西啊 在这个Qt Designer加的东西啊 都是通过这个UI点文件来描述的 这呢,就是我们的第一步 就是,由Qt Designer呢,把我们的界面这个设计 保存成一个叫做,拘据为UI的一个文件 然后我们再看第二步 第二步呢,我们启动编译啊 我们观察一下 这个编译呢,和普通的CXR的项目 我们以前所说的控制台项目 它的编译过程呢,略有区别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它这个编译过程 仍然呢,在这个输出窗口里面 它对它的具体的编译过程呢 都给了各种提示 那我们这里面呢,这些是不用关注的 而木质关心对这个my.ui的一个处理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这行提示呢 就告诉我们 它是通过启动一个叫做UIC的一个程序 将这个 点UI文件 就是 等一下啊 我们找到我们的这个my.uin.ui 把这个my.uin.ui程序呢 这个文件呢,做了一个转换 就是我在这里面描述的 它把点UI文件呢,转换成一个头文件了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这个头文件放在哪里了呢 放在这个generatedfiles里面了 这个目录下面 就是它了 UI下滑线my.uin.h 这是有规律的对吧 总是以UI下滑线作为打头 作为前缀 然后呢,加上这个类名my.uin.h 我们可以打开来呢,看一下 它呢,就是 这个叫做UIC的这个程序 你可以认为它全称叫UICompiler 或者UIConvoter 这个C呢,就代表什么单词呢 我还不是很清楚 反正大概就一个这个意思吧 由这个编译程序 UIC呢,将这个UI文件转化成一个头文件 这个头文件呢,其实就跟我们前手工写的这个头文件呢 区别并不是很大 我们可以 稍微的看一下 你看 X里面呢,写了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里面呢 这都是自动生成的代码 这完全没有手写的 都是这个UIC这个程序呢 它根据UI那个文件 自动生成的帮我们 自动生成的代码 你看呢,它也不非就是如此是吧 resize 什么 创建一个queue vbox layout 这些呢,我们没有介绍到 不过也就是那么回事了 就是掉一些函数 然后再创建一个line edit 然后呢,再把它给add add到这个layout里面去 对吧 其他的呢,我们暂时可以先不用管 好的,它大致就这么一个意思 UIC呢,把一个UI文件 转换成一个CDR的一个标准头文件 那这个头文件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自己手写出来了 对吧 现在呢,就使用一个自动的过程 帮我们自动生成了 而且放在这个generated files里面 这个目录下面 那我们再观察一下它这个具体的一个语法啊 看,这里面呢 有一个myv.h 这个myv.cvp 这两个文件呢,也是它生成的 那这个呢,就是只生成了一次 当你再次修改UI文件的时候呢 这个文件就不会被修改了 它通过一个这么样的一个语法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CDR里面的一个语法 然后调用一个URR点setup点this 其实看起来就是 这个语法呢,其实并不是很复杂了 创建一个对象,然后调用了它的一个函数 那我们说,其实你把这些代码 这些代码都拿过来也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你把这代码直接拿到这个类里面来 不也一样吗 那它这么样的好处就是 做到了一个我们所说的 界面和它的业务隔离的一个效果 就是你可以随便改你的界面 我们这里面的代码呢 成为业务代码 就是真正干活的事 真正干的事情 它是做到了这么一个分离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分离效果呢 我暂时呢还不怕给大家彻底的讲明白 我后面会介绍 当我们加入了一些事件处理机制的时候呢 就能够说明白了哪些是业务 哪些是界面 现在呢这个界面部分大家是很清楚的 你看这里面就是界面 这里面就是界面 就是UI myv-h里面 它描述了它这个界面里面有哪些空间 空间的位置大小布局系这些东西 都叫做界面信息 对吧 那么好的 那第二步呢我们已经观察完了 观察的应该也是很仔细的 对吧 好的那我们再观察第三步 第三步呢它就启动了一个C价的常规编译步骤 常规编译步骤那自然是编译.cvp文件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还有没有 对的都有 这个步骤这个步骤很多的啊 它还有一些Qt的特殊的步骤 我们先不用说 我们是关心它这个常规的步骤 这里面呢就是常规的步骤了 点cvp文件 编译链接 明白了吧 就是说它有些前置步骤 就是先把一些东西转换好了之后呢 都转换成标准的私人家文件了之后呢 它在开始后续步骤就是编译链接 好的那我们观察了这个三个步骤之后呢 这节课基本上就完毕了 此时呢我需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 这里面不是有一个object inspector吗 对象观察窗口 对象管理器 对象管理器的这个有两栏啊 左栏就是object 右边是class 左栏呢就是一个对象的名称 右边呢就是这个对象所属的类型 比如说这一行 对象名称叫line-edit 类型是qline-edit 这里呢我们就需要知道 这个line-edit呢 这个名字呢其实是变量名的意思 比如说我把它变成这样的 line-edit 保存一下 然后这里面呢再编译一下 你就会发现它会对这个UI这个文件呢 重新转换一下转换成UI.h 我们看一下啊 是不是没错 这个myline-edit就是这个变量名 对吧 那至于这个变量怎么使用呢 我们在第4章里面或后面的章节中再给大家介绍 现在呢大家只需要了解一下 这个呢其实对应了一个变量名 那关于这些属性呢 这些布局属性呢 我们后面再另起一节来说明 这里面呢 有限不用关注了 好的 那这节课呢主要就是关注一下 它的一个内部的工作原理 工作流程是这么一样子的 首先呢将布局文件转换UI文件 在我们编译的时候呢 首先呢就UI这个程序 UIC这个程序 把UI转换成UI 转换成一个头文件 然后再启动一个常规的编译步骤 好的 那我们小结一下 那今天这个UI新.h呢 它是一个每次有生成的一个文件 所以呢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删除了也没有关系 对吧 我们要只要保存了这个原始的这些UI文件呢 就可以了 那我可以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比如说我们 关闭解决方案 我可以把这些中间生成的文件呢 都删掉 比如说debug文件 这里面可以删掉 这都是最佳的临时中间文件嘛 这个呢 也可以删掉 别看它里面放的是一个头文件 对吧 但是我们不怕呀 因为我们有这个原始文件 这个UI文件在呢 我们可以再转换一下嘛 比如说我把它删掉 没有关系的 那此时我们再打开这个文件 它会还是会帮我们自动生成的 这个大家不用担心 比如说我们按F7 它会自动帮我们生成这个目录和这个文件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动作呢 是Qt这个插件所干的事情 看它又生成了 明白了吧 就说 因为我们是用它来生成它的 所以可以把这个generated files目录呢 删了也没有关系 反正它会生成嘛 那么好的 那我们第二点再强调一下 就是这个UIC呢 它是一个编译的前置过程 也就是在 它是在增加的常规编译过程之前发生的事情 这个已经讲了 好吧 那这一节课就讲这么多 谢谢 感谢观看